星期五,在一些新聞機構被阻止參加白宮新聞發言人施派賽的答問會之後,白宮受到尖銳批評 幾間對川普總統持批評態度的新聞機構,包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紐約時報被排除在記者會之外 一些被視為同情川普的傳媒例如布萊巴特新聞一個美國新聞網以及華盛頓時報被允許或者受邀參加了簡報會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